今天的南京路人还是挺少的 太热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喵 那今天我准备走遍上海 然后去到三个不同的地方 买一些上海土特产 是因为我有亲戚他们在外地 然后特别想念上海的一些土特产美食 第一站我来到了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 就是我们讲的sapin et d 我现在先去二楼 二楼有一家叫红房子 叫红房子七点餐里面的饼盖 什么松人饼特别的好吃 准备先买一些 上一次来这边人还挺多的是 过年的时候来买年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的视频 现在的话人真的少很多 红房子 他们家的这个松人饼小松饼都挺好吃的 特别古早的感觉 价格也不便宜其实 买一些吧 帮我称的松子饼 你的几点钱啊 50块8 买一斤半吧 再称一点这个小熊饼吧 小熊饼 松人饼是91块 70块 一共多少钱啊 一共啊 101块6 好的 老侠呢 第一段我就买好了 这个是红房子的 红房子西菜馆的这个松人饼和小熊饼干 超级好吃 但是 差点忘记了 我还要去买点大白兔 就在这边 这边有一个大白兔的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店买的呀 这有个大白兔的IP 大家看一下 超可爱的 还有这种袋子 我觉得这个袋子实在太可爱了 美加镜 大白兔任同高 大白兔糖尺 这真的糖尺了吗 真的 但是我是来买奶糖的 这边有很多奇怪的味道 先称一点这个清凉味的 还有这个是什么味道的 咖啡奶糖 咖啡味的奶糖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好多好多好多 有十几种 我觉得最奇怪的应该是芥末味奶糖 对这个 芥末味奶糖 超级哪一个吧 芒果味可以 主要还是买原味的 原味的 芥末味的 芥末味的 在这 这个原味的是 芥末味的 芥末味的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红豆味的也不错 稍微买一点 还有小包味道的 有两味稍微买感的 看撑着这样一大包 感觉还不够再吃在家里 吃买饭 撑一下 多少钱 四十二块 天太热了 先吃一根雪糕 我刚去好了第一质品商店 然后现在要去到第二站 已经买了好多东西了 别说 大家可以猜猜我第二站要去哪里 也在不进 我现在已经来到第二站的楼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出这种楼 我的话过去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还有没有猜对呢 我第二站来到的是这个国际饭店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西饼屋 常年要排队 今天好像有一点小队伍 今天人不多 它的这个蝴蝶酥真的是远近我 明超级好吃 所以说今天我要买一些 带回家 然后寄给我的星期 这样到了 国际饭店西饼屋 这个胖片很大 小的蝴蝶酥拿四包 小的几包 拿四包 小的蝴蝶酥拿四包 小的蝴蝶酥拿四包 不用了 好 这个小的蝴蝶酥 不用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买的这个国际饭店的小蝴蝶酥 这样一包是多少钱 三十五块钱 完全是不便宜的 但是超级好吃 小的蝴蝶酥 太热 刚刚骑车过来 那我现在来到了我要来的第三站 也是最后一站 买上海土特产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猜 我身后这边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 好热 我要去的就是上海五香豆店 来看一下 看是老字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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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包这个 都新 给我拿新鲜一点的 嗯 因为我要寄出去的 都是两月份 都是两月份 对这个是三月份的 三月份 有没有更新鲜一点的 这个 没有 嗯 还有怪味豆有一个 怪味豆 怪味豆 这个怪味豆清鲜吗 都两个 原本可以放多久啊 真的久了 也不能放很久了 这就是上海五香豆商店 一共多少钱 好的好的 好的 那我最后一站的这个五香豆也蛮好啊 那今天的上海这个土特产油就到一段落了 很高兴 对 stabilize 它们谢谢 转车